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2月6号 今天是新春开盘第二天 昨天中错 我们看今天的格局 今天大盘今天是反弹了46点 大盘在连续两天中错之后 而且都是一个跳空 今天收一个红棒 但是留下上影线 今天成交量991 当然连续两天的大跌 尤其这两个跳空 这么大一个跳空 这绝对是大盘多头非常重要的反压 在这两个跳空没有回补之前 操作上必须谨慎小心 当然有时候股票总是张涨跌跌 年两天下跌之后 今天又反弹 那一有股票今天持续跌 到底股票要怎么做 我想新春开盘很多人都很期待 103年的行情 我在2月5号开盘 我2月3号前两天 我就回到台北 那回到台北要做什么 先做功课 先研究一下 看有什么股票是三线翻多的 看有什么股票是三线转空的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写下来 这时候就是我们当做 我们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比如三线多头额股票有哪些 我把它写下来 三线转空的股票有哪些 我把它写下来 你发现这些股票都不会涨 这些股票也涨很多 昨天涨停 今天开盘又涨停 会涨的股票它有它的特性 会跌的股票它也有它的特性 当然你可能看很多报纸 很多的新闻 那想来做股票 到底可不可以做 一定要先搞清楚 比如说 这昨天封关 这个新春开盘 报纸登出来 苹果日报登说 F股的公司要升为台股的新旺族 因为F股 102年涨很多 所以很多人说F股 F股开始讨论这个股票 开始在期待这些股票 到底未来这些股票 还要不要继续大涨的空间 有没有继续涨的机会 我想这是你要关心的 到底103年有什么题材可以操作 这是每一个股民都关心的 是不是真的F股 就像他写的 102年有的股票涨得很强 F股 对不对 今年103年能不能继续涨 外边 去年102年F股有涨 没有错 有涨很多的 但是A有没有涨的 请问它有没有涨 好像没涨 一整年过去了它没有涨 为什么一整年过去它没有涨 这是102年的1月 1月在这里 到12月 你发现它几乎没有涨 那为什么 哦 原来都是空头格局 难怪它涨不动 到这边 所以你买的F股 不要人家大涨 你没有涨 你买的任何股票都一样 所以看到一个新闻 你必须有能力研判 那如果没有能力研判 人家高兴 你会不高兴 为什么 有啊 为什么F股成为台股的新旺族 因为F股去年涨很多 但是你可能买F股 哇 你买真顶 你在年初买 到年底还不是一样 几乎没有 没有动啊 为什么 因为它是空头格局 可是谁会告诉你 它是空头格局 就算告诉你 也没有能力告诉你 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也不是F股好 所有F股都会涨 不是 你买到真顶就涨不动了 来 好那你说 去年的中租涨很多 有啊 真的涨很多啊 涨了两三倍啊 但是你到下半年 你去买中租 你到现在赔钱套牢 为什么这段买不会涨 有没有看到原因 有没有看到这么多原因 为什么这段涨会涨个两三倍 哦 原来三线反多 所以去年上半年你买F股 买中租 恭喜 你下半年买中租 对不起 你套牢 命运不一样 每一档股票架构都不一样 所以不要看到报纸 你就觉得 我看完报纸就可以买股票 不是的 那现在去买永关好了 你看看你会不会赚钱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赔钱 为什么因为它很转空的 比如说你去买这个凯色 好了 哇 这股票什么格局 上面很多反压 下面很多支撑 这叫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 是一个整理格局 整理几个月 整理一整年 有没有 这什么格局 这是整理格局 所以你看你年初买 到年底还不在这里 你忙了一年有啊 有没有赚钱 可能还没有赚钱 所以不是看到什么题材就能买 就是F股还是有分很多种类 那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判别 这股票什么格局 你要赚钱非常的困难 我们刚刚讲的股票 F股是空头格局 那股票是一个整理格局 整理格局 整理格局怎么看 上有卖出 下有买进 就是整理格局 这种格局股票它盘在这里 也不想要盘多久 我也不知道 说真的 除非看到那三线翻都在说 而且跳里盘整区 那如果没有 就不要随便追踪股票 当然 看到F股大涨 那请问去年有没有F股大跌 跌到会很多人想哭的 有啊 这叫F股啊 FTPK啊 橙红啊 高点600多块 跌到152 当F股大涨的时候 这两个股票 F股跌了76% 那如果你不想要 橙红转空了 你去买橙红 对啊 别人都吃香了 喝辣的 吃肉 你连汤都喝不到 你要赔很多很多钱 它还是F股啊 跌了76% 那它架构有什么不同 看股权系统 原来三线转空了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一段你去买F股 你去买TBK 你要赔76% 你看多可怕 所以一个报纸来 你要有能力去研判 千万不要以为 看了报纸就能做股票 那是绝对不对的 懂意思吗 所以现在刚年初 刚开盘第二天 你在找很多股票 从哪里找 你可能还没有方向 你可能去看报纸 然后以为这是对的 其实很多错的 懂意思吗 像我刚刚讲F股大涨 所以今年大家说F股很好 大家应该讨论F股 对啊 没错啊 F股去年很多股票 的确大涨像中株 上半年涨 对啊 涨很多之后 现在大家来讨论F股 F股 是不是有可能变台股新希望 那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你买错F股 别人赚一倍赚两倍赚三倍 结果你可能赔七成 你会受伤 伤得很重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股权系统的趋势方向 告诉我们这两股票 是多头还是空头 通绿色就是空头 粉红这就是空头反弹 懂意思吗 所以你这一段去买成统 你一定会赔很多很多钱 七十六趴 所以不要看报纸来做股票 你是做不赢的 懂意思吗 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这是看报纸的新闻 1月24 大力光去年EPS破表 为什么 因为赚了71.64元 那如果你1月24 看这个消息去买大力光 很棒啊 破表很棒啊 赚那么多钱 赚7个股本 很了不起啊 获利超越一期 是封关的新闻 获利超越一期 光芒难演 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新闻 你会很兴奋 你想要去买大力光 但是会不会赚钱 你告诉我会不会赚钱 好像不会呢 你买以后反而掉下来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那你问我说赵亦明 你会不会很大力光 不会 我甚至会放空他 为什么 高档出现反压 一个两个反压 三线已经破两线了 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 dotal格局了 你要看得懂 它应该是一个整理格局了 那如果你看不懂 你去买 看了报纸就去追 你就完蛋了 你就要赔钱了 听懂我意思吗 你可能买到最高点 你就不是买到低点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看得懂 这格局 这是1月24 现在又破了 来 现在跌到哪里 跌到这里 本来还在这里 对不对 现在跌到这里 跌到全破低点 有没有 你来到前一个低点 所以如果你买错方向 同志兵 天啊 这段赔不少 这段1.1.255 今天剩下1.155.50 拉100块回来了 所以不是看了一个消息 看一个报纸就能做股票的 有人问我说 散户最大毛病是什么 就是看报纸做股票 那散户是赢还输 大部分都是输 所以报纸 可不可以看来做股票依据 很难 你要做深层的解读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要看报纸做股票 你必定是输家 要记得我跟你讲的话 你现在这股票你怎么买 你怎么买一定错 对不对 为什么 三线破两线 所以它股票拉回 听懂我意思吗 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 来 联发科 今天是2月6号 今天在这里 这里的位置在哪里 你跟他对照一下 哎呦天啊 这两个多位买进 好像全部都套了 有没有 这三个买进全部都套了 那你想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在想股价高点的时候 请问联发科在做什么 来 1月6号 1月6号在哪里 1月6号大概最高点附近 有没有 当股价在高点的时候 联发科目标价喊到510 发盈 巴黎证券讲了 喊到510元 但是你看完报道去追 对不起 1月6号 高点附近 现在在这里的 有啊 你看到涨到510 然后去看完报纸 看完消息 看完外资的讯息去买 你就是赔钱套牢的人 懂意思吗 当天发布很多消息 这也是当天发布的 联发科 卫生和连锁公司局 很棒哦 这也是当天发布的 联发科超标 营收1360亿 创历史新高 但你看完这个消息 你去买 好 买会怎样 1月6号 马上就是套牢 很简单 创历史新高 对不起 没有用 创历史新高 你买进去 照样赔钱 有没有 到这边 所以我们说股票 不是看报纸做的 报纸是发给散户看的 主力不用看报纸 主力早就知道了 散户是看报纸的 报纸就是给散户看的 所以不要看报纸 做股票 我记得我爸爸生前 最喜欢跟我讲这句话 他常常会有 有时候我讲错了 因为我比较不懂事 小时候我比较不懂事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讲这句话 这句话是用来骂我的 不是骂你 在我爸爸眼里 我就是笨蛋 我爸爸觉得说 你们这些小孩都不懂事 所以在爸爸眼睛里面 他可能觉得小孩都不懂事 他常常跟我讲这句话 他说 这一段的事情 不是像傻人 是很简单 世界上的事情 不像傻瓜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那么简单 股票如果那么简单 谁会输钱 股票如果看报纸就会赢 那谁会输钱 问题我这样讲 你也不一定高兴 你说我都看报纸做的 你也做得很开心 你也套得很开心 搞不好你也赔得很开心 但是你会发现 你理性把它想一想 这是错的 报纸都是花给散路看了 主力哪有在看报纸 主力早就知道了 懂意思吗 那不会看报纸的 所以不要想要看报纸 就来做股票 那是不可能赢的 不要看了报纸力多 很棒 联发科 营收创历史新高 很棒很棒 你就去买 买完之后 对不对 哇历史新高原来烈化发布 马上就套牢了 你就赔钱了 你就赔了五六十块了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不要用看报纸的方法 想要去做股票 这是不对的 小刚才的事情 不是太多人太简单 这是我爸爸 常常勉励我的一句话 我今天把它送给大家 小刚才的事情 不是太多人太简单 不要以为看完报纸 就可以做股票 你就会赢钱了 没有那么简单了 所以你看看完报纸之后 原来烈化在这里 跌到这里 这天是1月21 同庙 你看跌多少了 这里386 高点448 哇天啊 跌好深哦 所以你看完报纸去追 你一定赔钱了 那为什么这一天 1月21号会跳空下跌 调价目标价 高档的时候跟你说 上看500 现在跟你说360 你要死后看 你怎么办 但在高档的时候 没有人会跟你讲 这股票高档 谁会跟你讲 哎哟 这股票不能追哦 对不对 圆内3号讲 圆内6号发布 创历史新高 当时我这里跟你讲 不能追 为什么 三千年再零走 危险了 股价在高点 股神线拉不上去 越来越危险 你看第二线都已经到零走了 但是你过两天 你看哎哟 创历史新高 没问题啊 赶快买 马上刚好你就中奖 你就赔钱了 有没有 马上他就掉下来了 然后你就赔钱了 对不对 跌到这里了 是不是 所以股价在高点的时候 谁会跟你讲 这股票高点到 不能追 有啦 追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 讲话大家好像 不愿意很愿意听 尤其自以为聪明 他都不愿意听 但是后他们又后悔 那个人叫张语明 他真的有讲嘛 看这段冲破代 来 大夫请 要可不可以追 不行啦 你看股价是不是要创新高 可是股价拉不起来啊 而且越来越脆弱啊 他告诉你 行情快要挂了 我跟你说快要挂 你也不一定要相信啊 对不对 哇 我在高档就跟你讲啊 这是原来 刚从莫大就讲这一章嘛 跟你讲快要挂掉了 有没有 在这里啊 现在在这里 这一章嘛 这一章嘛 你会想要挂掉 是不是 当股价跌到低点 你放心 消息又来了 跌到低点 你后期想卖 哇 淡季不淡 那淡季不淡就是可以买啊 对不对 但是你看完这个消息去买 又套牢又不会涨 为什么 那三线跌破怎么涨 这是空头格局啊 那怎么涨 所以你看完跌一个月了 有没有涨 没有 涨不动啊 头边要啊记得 消息传递的路线 来在哪里 这消息 报纸消息传递路线 你会看到报纸的一天 对不起你叫散户 因为你是最后一棒 那谁会比你更早 记者媒体一定比你更早啊 还没登记者就知道了 今天的报纸 昨天记者就知道了 不然他怎么登给你看 他最早找你一天以上 对不对 他一定早 那谁给记者消息的 相关的关系人啊 对不对 跟大老板 就是这个消息放出去 他就在这个公关经理 你发给记者 所以记者一定比公关经理 相关这个人更晚啊 那大股东一定又比这个人更早啊 所以很简单啊 最早知道的是这些人 最后知道的叫散户 那你看到这个最后消息 来做股票 然后想要赢 那真的是天荒夜谭啊 是不是 对一家公司的了解 可能有超过很多事情 超过十项 那你想想看 产业的远景啊 财报啦 你看刚才财报 营收创历史新高 经历人的这个诚信啊 这个能力啊 竞争者啊 获利啊等等等等 你可能研究不完的 但对技术没有了解 只有一项 叫股神系统的三线落空 我为什么知道说这两个股票快挂了 我看这个就知道了 那你走到穷途末路了 展不动 股价在高点没错啊 你看到高点 我看它已经展不动了 所以我跟你讲 刚从不再跟你讲 这股票快要行情要结束了 当跌下来 或许你认同了 你认同已经来不及 已经套牢了 是不是 有一天你会认同啊 对 你会认同我跟你讲 可是你来不及了 懂意思吗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早知道早好 晚知道就要交很多很多的学费 你说有没有道理 当然你很关心的 或许不是这些股票 你很关心什么股票会涨 什么股票会飙 广告回来我跟你分享 来进广告 典藏最美的人生风景 极致工艺 钢石列珠 大气礼宾回车道 人生最有价值的收藏 玉与上圆 极美落成 29188811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头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 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利富人士倒快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股也是 男友 吹起疼 相用起疼 五分珠 好 欢迎回来现场 你要买股票 要记得要做多要买 强势股 那什么叫强势股 强势股 最终会有一个终结的卖点 但中途很多拉回都是买点 有许许多多的买点 甚至连终极反弹都还有很多利润 这叫强势股 举一档股票做例子 去年有强势股 今年一定会有强势股 你放心 去年股票涨2倍涨3倍 今年还是有 这是不会缺席的 去年股票有这样的吗 强势股吗 有啊 来 整理 强势股前面一定会经过一段整理 整理完喷出 这叫强势股 很快喔 同意喔 这里大概180左右 蹦269 你看这拉多快 这一段做上来就不得了了 你就会赚得很开心了 懂吗 那强势股如果研判这里是买点 有没有看到很多买进讯号 15个买进讯号 最后呢 三线换都喷出 这就是强势股 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买点 这里啊 你看得懂就找得到19 我当时就是190买的 最高点 268 不好意思我刚好卖到最高点 在这里 一档股票就够了 你会赚到笑嘻嘻啦 这东隆会员做的 特别会员做两次 一档股票就够了 你会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当然那是102年 你会说那103年呢 还有强势股吗 你放心一定有 来看电脑这一档 76 涨到312 今天高点312 这一段 你看你涨几倍 超过三倍超过四倍了 其实是28 对不对 280现在是300多块了 这一段就超过4倍了 到目前这个多头格局还没有结束 至微 有啊 4倍 400趴 嚇死人了 那我们看股程系统它什么架构 这一段 这一段 电脑画面 有没有 这一段的格局看股程系统 哎哟天啊 到今天为止这个多头格局都还没有结束 这多少 70几块 所以如果你找到这种股票 都没有 目前还在持续进行中 有人问说103年还有标股吗 正在标还没有结束 这马还起很快的 所以有没有标股 你放心 涨3倍涨4倍一定有 只是你有没有方法找到这种股票而已 找得到 你的钱就赚不完 懂意思吗 来 那说什么叫弱势股 刚才叫强势股 那叫弱势股 弱势股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卖点 也有可能是终结的卖点 但即使不再跌了 对投资人而言 几乎跟币值没什么差 因为你可能买到非常高的位置 懂意思吗 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卖点 你不要把它当做买点 600多块 跌到152 当跌到300 你就哇好便宜好便宜 再买 哇又腰斩便152 任何的反弹都是卖点 最后破底给你看 跌76% 这叫弱势股 当然跌下来 你每个都知道这是弱势股 问题是高档 你怎么知道高档这个地方 看出来是弱势股 看出来你就可以避开了嘛 注意看这一段 一样喔 这里就是这里 600多块就这里 有没有 哇天哪 123 这么多反压 红棒都转变绿棒了 转空了你怎么会看不懂 所以这档股票不晓得多少人受伤 多少人中奖 去年102年 多少人赔得益库无泪 张一铭从头跟你讲 这种股票不能碰 我不要讲了多少次 数不清啊 懂意思吗 我也不会买这种股票了 但很多人都看错了 去买乱买 强势股即使没有大赚也不赔多少 你放心啦 弱势股只会让你越赔越多 即使不卖 资金被冻结 动坦不得 你精神损失也非常非常的大 你很痛苦了 为什么股市高手 高手他把强势股当做不动产 没在买的 没有在卖的 懂意思吗 几乎不动 弱势股就动产 转肉就卖了 这叫高手持股 赚大赔小 第一手 第一手不一样 第一手弱势股是不动产 套老就不卖了 成统套老不卖 到现在套六百多块 一百多块 不知道怎么解套 弱势股套老不卖 变不动产 几乎没有在动 永远不动 越来越痛苦 越赔越多 强势股是动产 一赚就把它卖掉了 叫赢小赔大 所以他叫低手 要做高手 不要做低手 不一样的 但你会问说 那还有没有其他多头股票 有啊 这边叫什么 盘整 请问这什么意思 这盘整区 这是不是一个盘整区 对啊 这盘整啊 上有卖出 下有买进盘整盘整 但你看这里 越来越强 那有一天开始 你发现上线都翻多了 慢慢要上来 真的上来了 噴出了 请问多头走完了没有 还没有 怎么会没有多头股票 只是你没有方法去选 你不晓得股票在哪里而已 怎么会没有 来 亚光 前面盘整区盘完之后 你看买进盘快出现 开始立盘变红棒 一个 两个三个 整理完成 因为这里还是没有脱离这个盘整 整理完成 长红棒 脱离这个盘整区 是不是跟长红棒 对啊 是不是跟长红棒脱离这个盘整区 有啊 长红棒即便跳空 都要什么 叫多头股票 三线正式翻多 有啊 所以有没有这种股票可以选 有啊 你没有方法就选不到而已 怎么会没有 天啊 来到这里 你看这里刚刚一个跳空上来 盘整区一个跳空 有意思 来 哎呦 你看这里叫盘整 一看就叫盘整区 对 那我们说法尼亚在这里特写 法尼亚上面都有数字 有没有 就在这里 看到吗 那请问今天有没有脱离这个盘整区的 有啊 脱离的啊 有没有拉一个长红棒 有没有三线翻都有啊 那你问我这种股票干嘛 还要抢吗 你不要买啊 你看就好 我没有叫你追 这个呢 水啊 盘整区盘完之后喷出啦 你看这里多少 40 今天51.8了 是不是三线翻多格局 是啊 所以很多人说也没有标股可以买 有 只是你买不到 你也不会选 最后 长高你就来追了 那很可惜 懂意思吗 还有没有 譬如说 泰塑 今天跌下来了 对今天最低啊 跌到 这个啊 47.4 那你回想 昨天我怎么跟你讲的 昨天你说我高档卖了 差点涨停 昨天大盘跌197点 最后收盘跌198 拉上来差点涨停 我跟你说这两股票我卖了 请问这里是不是卖得很漂亮 如果你买到这种股票你会不会很开心 大盘重挫它一样创新高 天啊 昨天到到50几块了 如果你40几块买多好 是不是赚7 8块了 那如果你29块买更好 哇 这个赚21块 有没有 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哇 如果你看昨天到51点多 你42敢 懂买 你29敢买 你30敢买 你42敢买 你有没有7 8块 20块可以赚 有啊 那只是你没有这个方法 所以你找不到而已啊 有啊 何必羡慕别人 全市场只有两只涨停 泰硕就启动一只 有没有 封关 再攻涨停 1月27封关 又涨停 是创新高 是不是三千万多 昨天开盘 大盘重挫 将近200点 他一样 差一档 拉上涨停板 所以你说这种股票是不是应该拥有 但是问题你选不到 你也不晓得股票在哪里啊 懂意思吗 选对股票 拉开成本 赚多赚少 自己决定 像昨天这场股票 赚了7块半 7块半了 我很开心 我把它卖掉 今天会议把它卖掉 卖掉很好很开心啊 赚多赚少 自己决定 但是你买错股票了 你套牢了 一开始就错 越赔越多 像成龙跌76% 赔多赔少 市场决定 你要赔多赔少 市场决定 你要赚多赚少 自己决定 每个都把赚多赚少 自己决定 就像刚刚讲的股票一样 泰索一样是不是 很开心 标股的机缘 后期你总是差一点点 为什么 你看到了 你可能看到泰索了 但是因为你没有工具 增加你的信心 所以我买了 你没有嘛 你还在观望 还在等待 还在犹豫 最后把钱放到口袋 你可能照左恩材来追 之后你又套牢 其实做股票不是这样做的 做股票一定要方法 有方法 你就能够赢得胜利 赢得成功 懂意思吗 用对工具先拧一半 赚大钱的过程中有很多障碍 用对的工具 至少先帮你扫除一半以上的障碍 股票市场成功的秘诀 对的方法 不断不断重复 这就是股票市场成功的秘诀 以前赚的股票 现在用这个方法 一样可以赚到其他的股票 10000赚的股票 103一样可以用 一样可以找到很多好股票 你说没有道理 再讲一遍 股市成功的秘诀 用对的方法 不断不断重复 就是能够股票市场那里 赚很多很多钱的方法 这个方法 我的方法叫股成系统 你的方法是什么我不知道 有机会 我们可以做个好朋友 股成系统我让你用 我们进到这里 明天再见 并俊的传播 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